昨天小编报道了一条上海市公安局对户口的新规定 这条消息也让大家在朋友圈里面到处转发 原因是上海市公安局在其官方网上公布上海市常驻人口户口规定 2018年5月1号正式实行 这条消息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有人沮丧有人骂街 有人说我还是中国人取消了户口 我是哪国人 有人说这肯定是造谣又是来骗点击量的 有人担心这条规定是否意味着要在绿卡和中国户口之间二选一 这条规定是真的 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正式发布 大家可以登陆上海市公安局官方网站查看原始文件 这不是一条新规定 3月21号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表文章 早在2003年公安部就颁布实行了30项辩明立民措施 明确规定出国出近一年以上人员可以不注销户口 但在国外定居的人员必须注销户口 2005年2008年2010年和现行2015年修订的上海市长租户口管理规定 均有指出出国人员应注销户口的规定 即5月1号实行的规定第46条在原始基础上细化操作 这条规定是根据尚未法内容制定的 并非上海自创 上海警方表示 公安机关经调查掌握当事人持有居住在国外签发的移民 定居或者永久居住权的事项 以及长期在国外居住的生活实质证据 令及确实居住在国外 方可注销户口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上海市公安局的规定 不是中国公安部的规定 上海市常驻户口规定管理 只管辖上海户口的人 有人担心上海是个试点 以后将在全国铺开 这也不是不可能 但你要知道 这些规定本来就有 只是中国情况复杂 许多地方没有办法执行 而上海这次特别提出强制一个月实行 感觉是动了真刀真枪了 毕竟上海是上海 有的试点试着试着就没有了 如此前出国人员需要被注销户口 后来反弹太大 也没有执行 而上海这次户口规定 一核心考虑的问题就是 上海要控制常驻人口总量有关 根据2017年年底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幅 上海市总体规划目标 是到2035年 常驻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 也就是说 未来17年里 上海市常驻人口只允许增长80万左右 增长空间非常有限 压力也非常大 其实不只是出国定居 哪怕是离开上海到外省市居住 都对保留上海户口造成诸多不变 绝非只针对绿卡持有者 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着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 户口代表你享有所在地的权利和福利 而国籍代表着是公民权利 是国家赋予你的一种身份 即使你拿到了外国的绿卡 但是只要没有加入外国国籍 你仍可持有中国护照 你仍然是中国人 在外享有中国领事的保护 如果你加入了外国国籍 那对不起 中国国籍自动上失 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由于中国管理机构 无法第一时间知道 你加入了外籍 所以许多华人 还有中国护口和护照 随着中国有关机构管理加强 未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少 根据国桥办规定 华侨定居是指中国公民已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住权 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住两年 两年内累计不少于18个月 中国公民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永久居住权 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 还5年合法居留资格 这样将视为华侨 所以虽然你拿到了外国绿卡 但只要长期居住在国内 是不会被注销户口的 上海市公安局也回应 未在国外长期定居的不属于本规定所指的注销户口人员 所以那些留学生 公派出货人员 还是那些长期居留在国内的绿卡拥有者 你们就可以放心 如果拿到国外绿卡 被注销中国户口之后 还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回国定居 对于定居实现 每个省份都有不同的规定 当然当你回复户口时 就要填写那些恐怖的表格 比如说自愿放弃国外居留权的声明书 这就是绿卡和户口二选一的PK 很多人担心 没有户口和身份证 就无法更换护照 其实不用担心 如果你在原住国 可以直接去大使馆换取 如果你还在中国 护照要过期了 只需要提供海外绿卡和原护照的信息 如果在国内把中国护照丢了 可以到派出所开具证明 再次申请相关证件 很多人在出国前都在国内工作 并按照规定缴纳了养老金 那么当注销户口后 养老金该如何领取呢 国内的规定是 如果是退休前本人出国定居 那么将终止其社保关系 其缴纳养老金将全额退款到个人账户 如果已经退休的出国定居人员 需提交每年的生存证明 可按月领取养老金 国交办的也说 只要你加入国籍之前 已达到中国法定退休年龄 并办理了退休手续 照样享受国内退休人员待遇 因此注销户口后 如果你已经退休 不会影响你正常领取养老金 看完上门六大误区后 你是否有点放心 被注销户口不是世间末日 但会相当不方便 虽然说中国法律规定 持有护照者可以在中国畅通无阻 但是你持有护照住酒店 许多酒店会拒绝你 虽然可以持有护照在网上订购火车票 但是无法自动去票 乖乖的排队到人工窗口去票 异地去票还得交手续费 至于买房 开银行卡 医院看病等等 只要与身份证有关的 有100个关口就100个不便 网络签研资讯 分享独家解读 欢迎大家订阅ACM萌传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